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进学校读书是一种很可贵的机会 一玉才 笔名必成 秦宇笔庚 作品丰富 是为多产作家 享誉文化文坦 而他出身清寒 自小在学习这条道路上 并非一帆风顺 父亲是为杂工 微薄的收入要维持一家齐口 颇为拮据 李宇才读书时 经常面对交不起学费的困扰 他进出了六所正规与不正规的学校 才完成了六年的小学教育 但这却也培养了他人穷志不穷的志气 为了应付学费 他开始投稿儿童读物 获取稿费来应对学费 在尊孔求学时 获得学校助学金的他 克宇还是积极投稿 他的第一篇稿 登在了新周日报 稿费为六元 高中时期 他报名日间私讯 从此进入教育界 曾在华晓执教 也在补考高中理校文凭后 到吉隆坡中华国中执教 也当过副校长 直至退休 而退休后又受邀到中华国中的任务校长 但这期间他却从不间断编写的工作 李玉才曾在出版社建制 编写学生作业部 他也出版过翻译作品和词典 这十多年来 在向后被请教和自我摸索之下 他也已经能够掌握电脑操作的技巧 用来写稿 投稿 与亲友联系 或搜索所需的资料 如今 李玉才出版的著作《语语版》 此点《李玉50》 也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编写马华文学史 2019年 李玉才荣获了马华文摊的一项崇高荣誉 马华文学奖 而坚信活到老学到老的他 晚年时还考获了博士学位 李玉才说 我在世这几十年没有虚度 对得起良心也没有遗憾了 大会主席 主持人 各位得奖人 各位贵宾 首先我要感谢 《不获生命学院》 颁发给我《不获乐林精神奖》 这就表示 我在教学 在文学创作 翻译 编写指点 学术研究 这几方面的肯定 那么 我一直认为 我这一生人 学习之中 有工作 工作之中 有学习 所以我呢 不会觉得工作是一种负担 也不会觉得学习呢 是一种困难 那么 我有这一点点的 这个所谓 成绩呢 我要感谢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给我的支持 我要感谢 我的校长 出版社的主管人 以及一些友好 给我的鼓励 那么 我 常常觉得 近些年来呢 我们华社 对这个 儿童 或者是青少年呢 就 比较 多的鼓励 和奖约 这当然是好的 不过呢 也不应该忽略了 日龄人士 所以我是希望 这个 不获生命学院呢 再来年 继续 再接再厉 举办这种 不获热灵精神奖 那么 给 这些热灵人士 更大的 鼓励 同时 其他的社团呢 也不妨 推动 类似的这个活动 使到热灵人士 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能够散发更灿烂的光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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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